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简直是热爆了 我大概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出门 就测外面的温度36度 我的天啊 好 那么今天呢 人就是多云到晴 然后非常稳定 炎热的天气状况 不过不过不过 那么因为云量增加了 所以呢 午后短暂雷震雨的几率提高了 像北部地区降雨几率呢 提高到60% 中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 也有20%到30%的降雨几率 好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呢 他随时有可能会因为一个对流旺盛 所以呢 就会在山区 尤其是山区 或者一直延伸到平地 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震雨 不过基本上 那么都还算是晴朗稳定 但是午后要注意突如其来的降雨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形态 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星期六 那注意的是礼拜天 可能会有一个封面来报道 他现在看起来 他这个这道的梅雨封面呢 他停留在长江流域附近 这波梅雨封面 其实是非常的影响重大 在当地 在当地 有显著的暴雨跟雷雨 甚至于呢 有一些灾情的传出 不过因为这一波封面 现在看起来 礼拜天最多呢 也就只是到台湾的北部海面上 所以它不会直接的影响到台湾 那么只是呢 让台湾这种稳定 晴朗炎热的天气呢 会转为相对的不稳定 可能会转为 晴术多云 偶振雨的天气状况 好这个是呢 我们看到礼拜天 下个礼拜天 礼拜一呢 可能会有封面接近 好不是来报道 是接近 导致的一些不稳定 可是下礼拜二开始呢 这一波封面又会往北移 使得全台湾各地 又笼罩在太平洋 高压的势力之下 那就是高温 沿着热的不得了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今天要注意的是 午后的短暂雷震雨 但基本上的白天的温度 还是非常高的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 25到35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 东部地区白天的温度 是25到34度 澎湖地区26到32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宜兰花莲台东 都是28度 台中跟澎湖27度 台南高雄29度 今天中央气象局呢 仍旧发布了高温特报 包括了花莲县纵谷 还有包括了台东县台北市 新北市盆地 还有基隆市 以及桃园市 近山区 可能都会在中午前后出现 36度左右的高温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是涨跌互建的 道成工业指数 小涨了11.93点 刷盘指数是 26281点 涨幅百分之 0.05 纳萨克则下跌了67点 刷盘指数是 9615点 跌幅百分之 0.69 S&P指数 下跌了 10.52点 刷盘指数是 3112点 跌幅百分之 0.34 费城半导体 则是上涨了 16点 刷盘指数是 1953点 涨幅百分之 0.83 好 美股呢 涨跌互建 油价的部分呢 则是出现了 这个平盘 小涨啊 纽约油期货价格 上涨了12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 37.41美分 37.41美元 涨幅百分之 0.32 而拜布兰特原油呢 则是上涨了 20美分 每桶的报价是 39.99美元 油价呢 已经来到了 3月6号以来高点 所以呢 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天 赶快先去加油 因为下个礼拜一开始呢 油价呢 又会大幅度的调升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黄金 黄金呢 出现了止跌 那么 这个上涨了 22美元 每二次的报价是 1727.40美元 涨幅百分之 1.33 那至于在 美元的部分 人就是一样 避险性的需求减低 再加上呢 欧洲呢 他的欧洲央行 要推出更大量的 那么量化宽松 要购买更多的 这个债券 所以呢 使得美元指数呢 下跌了0.52个百分点 来到96.757 从伊利英跌到 70 96.757 其实呢 这一段期间 美元落势的跌幅 还蛮重的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市报 百分之股价指数 下跌了40点 刷盘指数是 6341点 跌幅百分之 0.64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下跌了56点 刷盘指数是 12430点 跌幅百分之 0.45 而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10点 刷盘指数是 5011点 跌幅百分之 0.21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昨天呢 大家在等待的是 美国呢 公布上个礼拜 初次勤领事业救金人数 结果呢 这个人数 接近了188万人 是187万7千人 当然比前一个礼拜来比呢 那么是明显的又下滑了 是前个礼拜是213万人 而这个礼拜是187万7千人 那很明显的下滑 不过这个下滑的速度 没有比预期要来的高 预期呢 可能可以减少为180万人 结果没有想到呢 仍旧有187万人 这一度呢 使得美国股市呢 昨天是开跌 也是导致欧洲股市下跌的 主要原因 好 那么 当然这已经是连续 9个星期下滑了 好 那从三月中旬的时候呢 出现了688万人的这个一个礼拜申请失业救济金之后呢 他其实每一个礼拜初次请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 就不断的减少 当180几万还是非常的高 在美国来讲 其实你只要失业救济金的初次请领人数超过30万人 他的失业状况就是处于一个恶化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 现在当然失业的状况人就相当的严重 那么另外一个让人担心的数字啊 是连续请领失业救济金 我失业了 然后我请了请领了失业救济金 这是第一次 但是呢 如果我很快的找到工作 我就不需要续领失业救济金 但是呢 续领救济金的人数呢 是2150万人 比原本 比前一个礼拜 续领的人数2080万人 反而增加了70万人 好 所以初次请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虽然减少 但是呢 持续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反而是增加的 所以呢 这个代表的是 就业市场呢 并没有在这一段期间快速的好转 这个呢 有点让市场忧心 另外呢 美国商务部昨天公布了 4月份的进出口数字 当然受到了封城的影响 所以呢 4月份的进出口都是大跌的 出口呢 比前一个月减少了20.5% 而进口的部分呢 比前一个月减少了13.7% 好 这些呢 是属于坏消息 经济基本面的坏消息 另外一个呢 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国会呢 在3月底的时候呢 批准了总计是1.6兆 第一笔是1.2兆 第二笔是4000亿 那么1.6兆的纾困基金 好 那这个纾困之金呢 经过了从3月底到现在 那么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的运作 其实已经快要用完了 到截至到这个5月 5月底为止呢 使用的金额已经达到了1.12兆美元 所以呢 距离那个额度的1.6兆 其实只差了四五千亿 那么占比呢 高达了七成 已经运用了七成 所以现在呢 美国国会 由民主党所推动的 3.5兆美元的新经济纾困方案 如果不能通过的话呢 那么 现在看到的这个纾困资金 可能很快就会到期 而就业市场好转的现象呢 还没有真正的看到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是值得注意的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但好消息是 美国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出现了回升 当然这个就债券市场来讲 价格就是下跌了 但是呢 从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飙回到0.825% 最低的时候呢 曾经是0.5%左右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回升的速度 非常的快 代表的是 那么市场可能预判 经济触底的讯号 已经快要出现了 好 所以呢 在这个 总体经济面的部分呢 确实 基本面有一些坏消息 就会市场进出口 然后呢 在救助的资金上面 有一些担忧 担心它很快就要用完了 但是呢 市场似乎对于未来前景 仍旧是乐观的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呢 昨天呢 再度的扩大 这个欧洲央行购债的规模 那么增加6000亿欧元的购债规模 之前呢 其实欧洲央行在3月的时候 已经宣布了 75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 那么现在再增加6000亿欧元 所以合计已经达到了 1兆3500亿欧元的购债计划 那其实就是量化宽松 其实就是印钞票 就是由我欧洲央行 来负责用钱去买各国发的公债 那就等于是把钱直接给注入到 这个其他国家当中 这其实是一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一种做法 好 那所以这个消息就带动了欧洲的欧元升值 然后同时尤其是意大利还有希腊 他们的公债殖利率就明显的下滑 明显的下滑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德国 德国终于经过了内部讨论之后 德国的执政联盟通过了1300亿欧元的追加振兴方案 1300亿欧元的振兴方案 使得德国连续的经济的纾困案子 合计已经达到了1兆3000亿欧元 不管就总金额来讲 或者是他的比例来说 都是欧洲的number one 当然德国其实是有底气可以这么做的 因为德国的财政赤字一向良好 再加上德国他的发行公债 现在殖利率是负的 所以他等于是可以用很低很低很低的成本 然后取得资金 那么所以德国再砸了6000亿欧元来救经济 那么这个确实对于德国振兴经济是有帮助的 尤其是德国昨天所公布的数字 包括了失业率达到了6.1% 然后呢还有730万被强迫休假 等于是无薪假的这一个人数 所以呢这都使得德国现在呢 必须要再出重手来救经济 好那么不过就领先指标来看的话呢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美国航空业者 那么就到了国际上面的航空需求开始回升 所以呢那么美国的航空公司呢 纷纷的那么申请大幅度的增加航班 这里面包括了美国航空 还有包括了达美航空联合航空西南航空 他们6月份的航班数将会比5月份 在大幅度的增加27% 事实上呢这个美国的航空需求 在4月份的时候呢达到了低点 当时每一天平均的航空旅客数 大概只有3万2千人 到了5月份的时候上升到7万8千人 那么5月底的最后一个礼拜呢 甚至于上升到11万人平均每一天 那现在6月份呢估计比5月份再增加了27% 好所以从4月达到低点 5月回升 6月再回升 当然现在呢距离这个疫情之前 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 估计呢这个美国航空呢 他们预测7月份的时候呢 可以让航空的载运旅客数 回到疫情之前大概55% 大概一半多一点 但呢这个回升呢终究是好消息 好所以呢其实你也可以由一个指标来看 那么本来呢在大陆发生疫情的时候呢 美国呢就立刻停止了非中国大陆 那但是呢从5月底开始呢 美国的航空公司呢 申请要复航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迟迟没有答复 然后结果呢导致了美国呢 下令6月16号呢 也制裁中国大陆 要求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 一律不准飞美国 那现在呢中国大陆呢松绑了 宣布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外国航空公司都可以每一周飞一班 当你要选一个城市 然后呢去对接你要飞的这个国家城市呢 然后一个礼拜只能够飞一班 但呢这个也为达美航空跟美联航空呢 那么重返中美航线呢 开了绿灯 这里面也凸显出现在航空的需求 又重新恢复了 好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 这个这个爱迪达 爱迪达呢昨天呢 他公布财报 重点不是他到底第二季衰退多少 如何如何 而是呢他特别公布了一个消息 其实说呢大中华地区的爱迪达门市部的销售 已经恢复到了去年的水准 这恢复的速度之快 那么整个是超过了这个爱迪达的预测 这个也让市场呢感觉到相对振奋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入股的部分呢 那么上海呢 那么根据这个他们的内部的统计 那么中国大陆呢在前五个月 他们发行的这些资基金 好就共同基金呢 一共高达540档 那么募资的金额高达3.3兆新台币 就人民币 8,017亿人民币 这个记录是去年同期的两倍多 所以就可以看出现在资金泛滥的一个情况 波路股昨天呢 是涨跌互建的上阵指数小跌了4点 跌幅0.14% 深圳城市上涨了30点 涨幅0.28%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40点 涨幅0.17% 好回到国内的部分 昨天呢台北股市呢 仍旧是续墙 而且外资呢 出现了今年非常罕见的连续四个交易日买操 那么昨天呢 使得台北股市上涨了73点 来到11,393点 有没有机会挑战今年的最高点呢 另外呢 现在资金泛滥 所以呢 统计现在显示 今年的第二季 各个公司发行的公司债 估计可能上看2000亿元 那么光是4月份就发行了 1,054亿创单月的新高